今天因為最初是上課 所以我們就是要做這個總結 實際上學期上課最關鍵的部分 其實還是在了解Python使用基本的方法 再延伸到如何去比如說像網路上面的爬蟲 還有像繪圖我們也有畫直條圖 畫圓形圖、畫折線圖之類的 然後最後的話呢 我們還延伸到如何跟Excel做銜接 Excel的部分其實蠻重要 但是要延伸到Excel的部分的話 其實難度還蠻高的 因為Python能夠處理Excel的相關模組實在非常的多 可是哪一個是你比較適合的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沒有太多的時間去研究的話 說真的 你乾脆用我們上課講OpenPyExcel 頂多是再加一個Pandas 我覺得就夠用了 你說老師為什麼你都沒有特別講Pandas 跟各位講其實Pandas 如果你要把它存成用Pandas 存成Excel其實也蠻簡單的 因為Pandas裡面的話 它有一個方法叫做ToExcel 點ToExcel直接就把資料存成Excel 但是你要存成Excel之前 你必須要把資料先變成Pandas這個模組 它需要的一個樣子 那個樣子的話 其實你們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 我是把那個相關的資料放在第七 第七個章節 就是使用Python處理Seil試算表的這個章節 那我特別整理了一下 大概就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用怎麼 用OpenPyExcel 其實我們這一期課程基本上這個最多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Pandas 那這兩個基本上也是目前使用最頻繁的 就這兩個 你說老師其他的 其他也可以啦 可是我是覺得你要花時間、花力氣 但是你的需求沒那麼多 我覺得這兩個就錯錯餘了 除了說我們這期講的這個OpenPyExcel之外 那底下還有講Pandas 那其實如果有些我沒有講到的話 其實你們可以自己再觀看 因為上面講 或者你可以再藉由什麼 藉由那個AI有沒有 幫你去輸出 OK 那其實簡單講起來 其實這個OpenPyExcel 我蠻喜歡的地方是因為 它的概念跟Excel裡面的VBA還蠻像的 因為Excel VBA如果你要操作的話 基本上就要知道幾個重要的物件 包含就是說 如果從最外 最大的那個就Excel本身 叫Application 再往裡面的叫Wordbook Wordbook實際上就Excel檔案 OK 所以它的一層一層這樣 Application Wordbook就工作部嘛 一個一個的檔案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開檔的話 我們之前也用過 Low File 或者 有沒有 就可以直接把它開起來 或Wordbook 那 工作部裡面的話 進來之後 有沒有 就會一個一個的工作表 有沒有 所以工作部裡面的話 就有工作表 那其實基本上 我們會新增 或刪除 或複製 通常就是這個 工作 比如說你要新增一個工作 這行裡有一個範例 就是把那個全省郵集地址 有沒有 把它匯入到Excel的時候 然後本來是把它匯在一張工作表 後來我把它延伸變成 每一個縣市 那就一張工作表 有沒有 其實很簡單 就Create Suite就可以了 有沒有 Create一個 就OK了 那再來就是範圍 其實範圍的話就是 那個什麼呢 儲存格的延伸 其他就是藍跟列 還有一個儲存格 那這個概念 其實基本上跟VPA 我覺得沒有什麼差別 只是差異的部分是說 它用的物件名稱 還有用的方法 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概念都一樣 也就是如果你有這個概念的話 你要操作Excel就很簡單 那底下我有把一些比較重要的 包含就是說呢 如何操作那個什麼儲存格 操作列 操作範圍等等的 稍微再敘述一下 所以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自己稍微了解一下 比如說你要開檔的話 就Low War Book 比如說你本來有一個 這個工作Excel檔案 你要把它開起來 再新增一個工作簿的話 那就是先Low War Book 然後再Create一個訊 有沒有 名稱叫什麼 然後就指向給它資料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 而且把它Save關掉 這樣就把資料 有沒有 如果將來你希望呢 這個Excel檔案呢 它可以不斷的新增資料 在後面的話 其實也不難 反正就Low War Book 然後再Create訊 有沒有 然後再把資料放進去 再Save 資料就進去了 所以我是覺得不會太難 只是細節部分 恐怕各位要花一點時間 自己再去揣摩一下 底下有一些範例程式 我想各位再自己看看 大概在這邊 其他還有像我剛剛講的 建立工作表 有沒有叫Create訊 有沒有 那如果Copy的話 就CopyShoot 移除的話就 remove OK 有沒有 就可以做一些什麼 新增、複製、刪除的動作 其他這些我想給各位 自己再參考一下 再來的話 除了說用OpenPyExcel之外 其實我剛剛有提到的 就是用Pandas 那為什麼沒有特別講Pandas 因為你會發現 我們之前把資料放到Excel裡面去的話 最關鍵的就是Append Append後面就加一個串列就可以了 只要產生串列 就可以把資料放到Excel 應該就沒問題 可是呢 如果你要Pandas的話 第一個 你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資料格式 沒有那麼簡單 它不是說給一個串列 放進去就搞定了 它要的是什麼型態呢 跟各位講 它要的是一個叫DataFrame的一個型態 DataFrame的話 你必須要給它三個東西 三個參數 哪三個參數 其實如果以上面這個表格來看 它會把它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上面的叫Colens Colens它理論上是要放在第三個參數 第二個的話是Index Index有點像是每一筆資料的頭 然後第三個的話叫Data Data的話就是這個中間的部分 這個中間的部分最麻煩 為什麼 因為它實際上是一個串列有沒有 再把這個串列放在串列裡面 等於是二維串列的意思